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李敏昊要来中国拍电影了 而且合作的班底都是中国的演员 虽然现在这个戏女演员还没有最终的确定 不过另外一位男演员已经是最后的板上钉钉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 没错 李敏昊和钟翰良他们合体了 服装上感觉故意默契搭配的两人将在电影当中联手饰演特工 李敏昊是颜值爆表的组合主玩方 却偏偏要将他们玩坏 之间大屏幕上随后出现了萌萌哒这个网络用词 试图让两位男神玩颠覆 在李敏昊飞速做出害羞的卖萌表情之后 现场的观众纷纷表示没有看够 原本还有偶像包袱 不愿再做一次的李敏昊在大家的起哄之下 只能够束手就擒 和钟翰良一起将卖萌进行到底了 而眼见身边的钟翰良这么亲和 李敏昊对他也尽是一美之词 虽然韩国艺人称呼比自己年长的艺人为哥哥很是平常 但要知道1974年出生的钟翰良 比1987年出生的李敏昊足足大了13岁 因此这样的称呼也被大伙不怀好意地给放大了 当翻译将李敏昊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 钟翰良别得多开心咯 今天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发现他非常长得特别的年轻 然后也是非常地让我们舒服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没有大伙的 值得一提的是 当天电影《赏金猎人》的女主角并没有对外公布 不过据记者获悉 保密的女主角很有可能在杨幂和安德鲁的卑鄙两位中选出 你来打我呀 我要光明正道地跟你竞争 行了在线上还采访不大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台下 很多女粉丝的尖叫声欢呼声是此起彼伏 说明她们在现场真的是很激动很嗨 因为我们想到最近一周正好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所以有很多的电影会到上海来做宣传站台 所以很多movie star电影明星高颜值的男生女生都来了 所以这一个星期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有很多的男女神出现 谢谢大家